還有一家呢 華為 好 華為呢 接下來呢 在10月會發表MAT10 目前傳出來的規格 它也是5.99吋 那也是呢 有可能是全面屏 就跟剛剛的我們小米是一樣的 所以你知道 全面屏是一個趨勢 然後呢 重點是它呢 裡面的AI 它有一個學習的功能 是這一個呢 大家都在看它這次MAT10 最終要發表的重點 15人工智慧喔 它希望有一些的應用程式 是會去做一個學習的系統 放在這裡面 然後呢 他們家最招牌的就是 背後的兩個鏡頭呢 都是 萊卡去認證的鏡頭 對 它從原本的那個P8開始 就是萊卡鏡頭 這邊啊 美人姐 你看 我這支是P10PLUS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萊卡認證 有 萊卡認證鏡頭 是它的拿出來的賣相 但是它的價格是 可能是小米還要再乘以一點多倍 因為 就是差不多跟Note 8差不多 沒有 大概 我覺得大概可以跟U11差不多 OK 可是這樣子也很有競爭力啊 如果它功能這麼好 對不對 沒錯 那問一下憲政兄 你要換哪一台 我沒有要換 不過華為喔 我們知道它上半年的時候 你沒有要換 你賺這麼多 你沒有要換 你是不是訂了iPhone X了 對 7PLUS再把它用就好了 華為在今年的上半年 它在全球的一個排名是第三名 那7月跟8月 它已經超越蘋果 變成全世界第二大的手機工廠 它的Angel的一個系統 就像你剛剛講的 你的那個iOS一樣 用了11個月以後會變慢 然後會卡頓卡頓 那這個事情要解決啊 所以華為他花了兩億美金 叫做黑科技 成為他的秘密武器 什麼叫黑科技 黑科技就是說 目前已經超越人類 目前守之的一個領域的東西 我只知道 全世界只知道你不知道 所以他花了兩億 你說現在的社會 要怎麼過生活 我們沒有手機 要怎麼跟人交通 是啊 你沒有手機 你的孫子要傳個什麼照片 給你都不行 可是那兩年就會變慢 這才一年就變慢了 對 所以他為了要解決 安卓系統的話 他請了多少人 安卓系統裡面的原生代碼 有1億條 1億條 這1億條 如果一個工程師 他一個月可以改30條 那麼他要80個工程師 一年半才能夠 把所有的原生的代碼改完 他把它改完 這第一個 第二個他要試驗說 我改完以後到底能不能 在他的實驗室裡面 有一萬個盒子 每一個盒子裝8台手機 一共8萬台 然後去做18個月的 一直測試 測試到出來 OK 不會卡頓卡頓 他要讓所有持有華為手機的人 感覺到他的材料 他的通訊 他的品質 那種窩心的感覺 那種技術領先的感覺 所以連那個最小的膠水 都用20個人 然後生產2000多項的一個 測試標準 另外他有7000多台的 尖端的設備 用280項的測試 目前來講全世界領先 未來他要打敗蘋果 他說我有咬住蘋果 才能成為全世界的領先者 他要咬住蘋果怎麼咬 他要加入人工智慧 手機該有都有了 我人工智慧裡面有四個疾次 第一個疾次是寵物級的 第二個疾次是夥伴級的 第三個疾次就是教練級的 第四個疾次是天使級的 他希望到後來 他的人工智慧裡面 加入天使級的可以服務你 服務到你感覺說 這個手機 除了手機的通訊以外 所有我想要的服務都在裡面 這個是他未來華為的目標 所以我以後可以自己 跟手機講話嗎 可以 因為我上次就跟手機 可以跟他談天 我上次跟手機謝謝 謝兩遍之後 我不是講過這故事嗎 謝第一遍的時候說 不要謝我 謝謝你自己 可是我還是真的想謝謝你 你要謝的人太多 你就謝天吧 好好玩 可是我告訴你 剛剛司聰有講 現在智慧型手機裡面 最裡面的那個叫什麼 Net Flash Net Flash 這樣就要說到東芝了 到底東芝是什麼人去唱到 東芝到底會花落誰家 司聰 對 我覺得台灣都很關注東芝這個 晶片到底花落誰家 台灣除了郭台銘最關注這件事的話 我覺得第二名大概就是余美人 因為我們節目講過非常多次 現在到底他的最新的進展 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現在昨天晚 昨天的時候 東芝他跟貝恩資本為首的 美日韓聯盟 也就是回到原始一開始的那一個 他跟他簽了一個MOU 簽了一個MOU 然後MOU就說他們可以在這個 8月20號 9月底的時候可以完成這個收購 但是他這個MOU很奇怪 昨天記者去問他說 你這個MOU 到底有沒有約束力 東芝又說沒有約束力 也就是說他說 他還會再跟其他兩個 繼續在交涉 所以現在初步好像是貝恩資本 目前是取得優先 但是貝恩資本這一次跟他簽約 裡面的成員有一點不一樣 我們可以看到這張表 這張表上面的話 原本的INCJ他還是有的 還有這個DBJ的日本政策 還是有的 蘋果也是有 但是他這次又加了誰 加了美國的戴爾公司 還有美國的希傑公司 加進來 也就是說他找了越來越多的同盟 一起來 海力士也可能也會在這裡面 所以他現在是出價2.4兆 他取得MOU 優先獲得簽約的權利 但是還是要等到月底才知道 現在主要為什麼會遇到一個阻礙 主要是威騰 因為我們知道威騰 他是東芝的大股東 他現在一直說 你這個簽約要經過我的同意 我同意的話 如果你不要我同意的話 永遠他現在已經在美國 打這種商業訴訟 所以即使這個對東芝 壓力就非常大 威騰為什麼沒辦法能夠成交 主要是威騰 我們下面看到一個KKR KKR他這個私募基金 好像有一點資金 沒辦法到位 所以威騰現在也在拉蘋果 就說你蘋果來幫我出資好了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陣營的話 他目前出大概1.9兆到2兆 他可能是第二個 目前排在第二順位的一個人 至於說國人當然都很希望 鴻海能夠出現 現在是這樣子 東芝的官方主要 他很願意讓鴻海來 因為為什麼 鴻海有整頓日本公司的經驗 所以他希望說讓鴻海來 但是日本官方是不要的 所以目前的以太事來說 貝恩資本是領先 威騰是第二 可能要看到月底 到底誰簽約才知道 但是這個裡面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贏家隱隱出現 你們看到 來 我們看一下指標 鴻海集團 有蘋果 威騰電子 為首的這個 有蘋果 貝恩資本為首的 也有蘋果 你知道人家在哪裡嗎 為什麼蘋果要care這個 我們剛才講到 就是不管什麼人買到 都有蘋果 對 沒錯 為什麼這樣 因為我們知道這一次的iPhone 他把所有的Netflix的 這個所謂容量往上提升 現在第一階是64 從以前有32 現在提升到64 最高階還是256 但是你可以知道 他把整個規格往上提升 所以未來Netflix 如果按照這樣推算下去 有可能會出現一個缺貨的狀況 蘋果當然很擔心 他今年產能不足 就是OLED的產能不夠 所以他也怕這樣 所以這次東資出售 無論到底最後是誰得標 蘋果可能都是幕後的隱武者之一 其實這個併購 或者是說這個接手案 就是完全貫徹 做人跟做生意的兩個原則 本節目已經講過 沒本事就忍 有本事就殘忍 你等著看 到時候拿到的人 會把人家殺成怎樣的殘忍 這就是社會的現實就是這樣 真的 我們也會講一些社會真善美 可是我們會告訴你一些 做人做事不是這樣嗎 我沒本事我只好忍 你讓我一天翻身的時候 你就知道了 對不對 你看那些併購不是這樣嗎 我又壓低 我口袋夠深我就殘忍 你壓到死啊 不知道我怎麼活 因為像東資跟威騰之間 你知道本來之前其實也傳出說 威騰應該比較有可能會搶標 結果你知道為什麼後來東資對威騰 會突然卡住了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你剛剛講的就是 東資其實也怕說 威騰你會不會這樣進來了之後 我的晶片事業全部通通都被你接收走了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一層考量 所以到最後他們還是比較偏 不用懷疑 不然要來幹嘛 對 好不好這些都不用懷疑 好不好 那我們來告訴你 為什麼都要去南京 清華 這邊講的是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之前本來就是說 要在南京設廠 其實他這次是很風光的 帶了八個設備商 包括愛斯莫爾在內 他直接到所謂南京的撲口 那個開發園區那邊去辦了一個 很盛大的一個開幕 但是重點是在於說 台積電過去到南京這件事情 他到那邊做的是 16奈米的12吋的晶圓廠 其實他是僅次於在聯電跟力晶之後 等於說台灣第三家 到那邊去設晶圓廠 其實他象徵的意義在哪裡 就是他是告訴中國政府說 說我台積電今天真的到中國來了 然後所以以後 在你們中國晶電所生產的晶圓 是我台積電在中國境內 那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之前一直有個目標 希望幹嘛 要半導體在2025之前 要70%是要自給自足 自給自足 當然晶圓就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所以台積電這個動作 等於是告訴中國政府說 其實我現在等於是 符合你的政策方向 然後我也到中國來設廠 所以未來你們中國國內 相關的設備廠商 需要用到晶圓的 大方的跟我台積電做生意 沒有關係 所以他過去那邊 除了設廠之外 接單的意義就很濃厚 所以台積電過去會造成什麼現象 不是只有台積電自己一家過去而已 台積電有沒有後面的供應鏈 有供應鏈 台積電有沒有設備商 有設備商 甚至有幫台積電安裝設備 這些廠商幹嘛 他就像一串這個葡萄一樣 通通直接帶到那個什麼 帶到南京這個地方來 而事實上 不是只有這個台積電自己過來而已 像有另外一家公司 也看上台積電過去要做半導體 所以他認為說 他會用到半導體設備 那這裡面會有商機 是誰呢 就是鴻海 鴻海也跟進就是說 要到那個南京去建立一個他的中心 那他到那邊的中心要做什麼呢 鴻海這次在南京 大概投了台幣 大概差不多1700億左右 1700億的規模大概要幹嘛 一個是做 我們剛剛講半導體設備 因為他覺得說 在那個地方一定會有相關半導體設備商機 所以鴻海說好 我也要到那邊去做半導體設備 另外一個是做什麼呢 他也要去那邊做液晶電視 那第二個是要做什麼 做智慧家電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說 現在在鴻海手上有什麼 有Shop這個品牌在手上 有Shop這個品牌在手上 因為根據我所知道的狀況是 Shop今年其實會推出一連串的智慧家電出來 那一連串的智慧家電出來 那這個跡象告訴你說 鴻海現在在南京這邊 看起來未來這個地方 他在做智慧家電這一塊 他可能也有一份